日月聚焦 新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二月运势 在这里也跟大家拜一个早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虎年行大运 别忘了也要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二月份终于来到了 同时是新年的月份 很多朋友会说 老师 二月四号水逆就结束了 是不是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想这个月大家还是要有一点心情准备 因为这个月份是非常震荡多变的月份 从整个星象来看 大环境的一个趋势是有一个先紧缩 然后才慢慢开始放开的现象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讲 我觉得要好运 一定要看清楚状况再说 或者是先立定目标 然后做好计划 一步一步的来不要着急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给大家三个星象要注意 第一个星象是二月一号的水瓶座星月 他汇合了土星 所以土星在这个月份 扮演非常强大的一个角色 好像一个电影的主角 土星代表的是传统 制约责任 还有划清界限 这些事情会在这个月里面 强烈的发生 同时土星它其实一直跟天王星 处于一个不和谐的一个状态 虽然这个月土星占上风 可是天王星代表的这种革星 或者是突破的力量 一直在挑战它 这两个行星的加持 会造成什么的震荡 比方说这个月有可能地震比较多 或者是有可能人事大变动 各个公司会有组织改变 或者是人员的增减的现象 当然也可能很多人怎么样 结婚离婚柴伙合伙等等等 所以这是第一个现象 但是呢 第二个现象告诉大家也不用绝望 因为呢 这个天王星代表的是改革 科技或者一些突破 它呢在18号的时候呢 会跟木星 我们知道木星代表 幸运跟扩张的力量 形成吉象 2月18呢 木天吉象之后呢 19号太阳就会进入什么 双鱼座 双鱼座月份呢 就会跟水瓶座月份不一样 它会充满了比较多的自由自在 各种可能 当然也可能比较多变化 那么木星跟天王星的这个组合 会带来什么呢 叫做冒险 还有呢一种投机的现象 比方说也许那个时候 股市啊经济啊 会有一些变化哦 那有些人就有投机的机会 或者是也许疫苗啊 或科技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当然这也可能在疫情上面 因为这个有一些变化了 不管是往好或往坏 那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哦 那第三个现象呢 叫做金火合相 我们知道金星跟火星啊 一旦合相 就跟爱情脱不了关系 就跟人际关系之间的 合作竞争 然后或者是呢追求付出 以及呢要达到目标的这个索取 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呢 爱情合作人际关系的这种好消息 跟坏消息特别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在摩羯座 摩羯座呢是基本 是启动行作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开始的 它是个开头 所以代表爱情合作 人际的好坏力量都会开头开始 第二个呢 摩羯座是土象行作 它要的是什么 要成果 就是我们在一起为了什么呢 共同目标啦 我们谈恋爱是为了什么呢 我希望有得到好处啦 对不对 或者是我要名正言顺呢 我要一个名分呢 我要有一个 互相帮助的好处啦 所以这个月份 这件事情会特别的强烈 那么因为金火呢 又跟海王星产生相味 所以也许在这个月 当然不止这个月啦 后面也是一样 就有很多什么呢 绯闻啊 桃色纠纷啊 丑闻也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 要争一个名分 争一个地位 争一个好处 那么来看一下个别星座的浴室啊 基本上呢 在这样的这一个情势之下 整体来讲 这个土象星座跟水象星座朋友最幸运 特别是呢 这个巨蟹 摩羯 双鱼跟处女的朋友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月份 毕竟呢 一开始是水瓶座的月份 土星还在水瓶座 所以对于固定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 或太阳在 金牛 狮子 天蝎跟水瓶座朋友 压力特别大 因为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处理 或者是你终于要来到一个 封水岭的阶段 那当然责任重 我觉得这个族群在这个月就是要特别注意 身心的压力跟健康 那当然也包括了可能出去开车啊 行走要特别小心 但是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 这个月我觉得大家呢 应该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财运 因为过年嘛 难免会上桌打牌 我还是要跟各位说 你一定要留心 这个水象星座 或土象星座的朋友 特别是这个 初二晚上到初三的时候 他们的财运特别旺啊 这个论的牌友是他们就要小心了 但是呢整个二月来看 财运上面来最旺的呢 其实是巨蟹跟摩羯的朋友 因为呢在这个月的主题 就是他们有工作的财富啊 或者是要理财啊 重新分配 重新调整 重新投资 评估怎么花钱 当然赚钱的机会高 但是呢巨蟹座 更容易跟别人有些合资合伙的往来 所以感情跟金钱又绑在一起 是这个族群的特色 那另外呢 对于这个上升或太阳载 双子或射手的朋友 这个月请你的财运也不错 你能赚也能花 别人也会请你吃饭 所以我觉得那个财是非常活跃的 就看你怎么好好的用财 这是财富的部分 再来是事业 大家希望呢 这个过完年后 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或发展 那么如果你是上升 或太阳在白羊 金牛跟双鱼座朋友呢 可以特别留意 白羊座朋友呢 非常的忙 我怀疑你有没有过年 但是你必须忙 因为这两个月一二月 就是你的忙碌旺季 你常常要投身在工作 或是公司团体的事情当中 而且你要承担责任 扮演领导的角色也不一定 所以白羊座我觉得你就认了吧 但是我觉得你 抱持开心的心 你是会有表现的 那么双鱼座朋友呢 这个月 会先从一个幕后的努力支持 到被肯定 然后呢 从双鱼座月份慢慢的 走出台前 开始展现你之前在幕后的影响力 或者是你之前的努力 所以双鱼座也有一种 倒吃甘蔗的感觉 那么金牛座呢 好坏两极 因为今年呢 金牛座有一种重则加深 或者是 有些人会觉得是乌云照顶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可能第一个是 因为你已经爬到一个高位了 你是一个主管 你拿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专案的领导权 所以你当然辛苦啦 没有说好运就一定没有付出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另外一个呢 可能因为大环境的不确定性 你的主管公司会给予你一些比较大的压力 或是一只叫你放慢脚步啦 或者是拖着你 有些事情不会太快发展 所以你会觉得很闷 所以呢 金牛座朋友记得你需要一点点学习 或者是让一些新鲜的人数走到你的工作当中 这样你才会有更多成长的机会 那顺带一提的是啊 在工作运域上面呢 处女座朋友在这个月也是比较是日常生活的工作 你可能每天做一样的事很无趣 也可能呢你的工作非常重要 但是它不会马上呢 有被看到或是被奖励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处女座朋友一样 你要去思考你每天可以做一些什么变化 让新鲜的力量 或者是一些新的东西 来到你的身上 用新的方法和新的人合作来完成任务 结果会更好 那再来看到感情浴世 感情浴世呢 你知道每个月讲一讲都觉得有点担心 大家是不是怀疑我太懒散哦 不是因为呢 金星啊 其实从去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初 都待在摩羯座 金星代表爱情 所以它会对于某一个族群的那个爱情运势特别加强 比方说你如果是上身或太阳在 摩羯 巨蟹 以及处女座朋友 真的从年底去年年底到今年 第一季的前半段 你们真的就是很多桃花的机会 恋情容易展开 当然也可能有些新旧的纠葛 可是有作品没有好吧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月里面呢 我们还要来谈两个星座 那分别就是呢 狮子座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如果你是上身在狮子座水瓶 这个月呢也是容易好坏两极 好的话代表说你可能要做一个承诺 比方说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订婚 要不要生小孩 要不要一起买房 一起承担这个一些责任 一起合作 你愿意承担责任 愿意给对方一个承诺 愿意定下来的话 那当然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你们是处于不是很愉快的状况 那么这个月可能就是有分居咯 冷战咯 吵架咯 分手或者是离婚的可能性 也会比较高哦 所以这个月这两个族群是特别要注意的 再来呢 我们要来讲到的是家孕 因为过年嘛 大家都很喜欢在家里面啊 这个月啊 我觉得在家里面 孕是最好的其实是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 这个月天秤座很宅也很适合很宅 为什么 因为亲朋友来家里 还有他跟家人的互动会变得比较愉快 通常也很适合什么 买卖房屋啦 装房房屋啦 或者是找家人帮忙 跟家一起合作一些事情 特别的旺盛哦 所以亲人座朋友呢 我觉得你是家里的那个招财猫 或者是弥勒佛 就有一种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那在家孕上面来讲呢 金牛天蝎跟水瓶座就稍微注意一下 你可能跟家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和谐 有一点距离 或者是长辈让你觉得很烦心 那所以这个月如果真的很烦 那也许保持一点距离 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孤单 你要能够理解 但是如果是可以化解的 我觉得今年过年你就要嘴巴甜一点 腰要软一点会更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二月份的运势了 那希望大家呢在二月份里面呢 都能够说好话 而且做好事 保持愉快的心情 让自己更好运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